何朝丛仅用一千万就让林心如上亿珠宝城最大笑话 最近甘肃发生地震牵动了很多国人的心 香港富豪们也是如此 作为赌王家族的化石人 何朝丛在第一时间就捐赠了一千万 不仅如此 何朝丛还表示 不论相隔多远都必须及时伸出元首 才能重建美好家园 其实这也不是何朝丛第一次向内地伸出元首了 当年武汉疫情时 何朝丛就立马在第一时间筹备了一千万港元捐赠给内地 河南发生水灾时 何朝丛不仅亲自录制了住院视频 而且还通过美高煤捐出了一千万 用于救灾以及灾后修复工作 但值得一提的是 何朝丛与二房的姐妹们还通过个人的名义捐赠了三千万 但对于这个善举 他们并没有公开 如果不是官方的通报 想必他们的善举至今都没人知道 其实值得一提的是 只要内地发生灾难时 何朝丛不仅会在第一时间伸出自己的元首 而且还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来召集更多的人捐款捐物 不得不说 这才是真正的大碍 与何朝丛低调捐款不同的是 林心如就显得十分高调了 当年在某慈善晚宴现场 林心如不仅盛装出席 而且还拉着老公霍建华一起 各种在红毯上秀身材秀恩爱等等 所以导致很多人都觉得林心如肯定捐了不少 所以才敢如此的高调 但谁知 林心如不仅一分没捐 而且在最后大合影时 稳居C位不动 根据不完全统计 林心如自从1993年出道到如今 总共捐款数额只有区区的30万 但这笔钱还是在汶川地震时分了8次捐的 只因每捐一次 他就能获得一个荣誉大使的美称 但值得一提的是 林心如不是没钱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炫耀 自己那价值上亿的珠宝 因为就像我身上这一套 就是大概是3亿多 这一个12卡 12卡 12卡 12克拉的戒指就一定是1亿多 而且日本发生地震时 林心如更是毫不犹豫地捐出了150万 如此一对比之下 谁才是真的爱国 简直一目了然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何超纯这次捐款暴露了赌王家族的家训 看到何超纯为甘肃捐款1000万 才懂赌王留给儿女的家训 比5000亿家产都要贵重 因为这则家训就是爱国爱港爱澳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内地发生灾害时 何超纯总会第一个出手了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早在1985年时 何超纯就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内地考察 何超纯也用大开眼界四字 来形容第一次来内地的感受 而且在见过长城故宫等建筑的伟大之后 何超纯也立下宏愿 将来等自己有本事之后 一定要为国家文化的传播 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所以从此之后 何超纯就积极投资内地 并且还将两个珍贵的兽手送回祖国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赌王还在事实 根据不完全统计 他曾花重金将流落在外的147件文物 全部悉数捐赠给国家 因为在赌王眼中 他们只有回归祖国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在采访时 有记者问赌王这么做职吗 赌王却十分淡定地表示 虽然贵是贵了点 但十分值得 有一个如此爱国的父亲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何超纯为何会直呼自己是大湾区的人了 而且在帮父亲送马首的时候 何超纯更是带着全家人出席 在仪式结束之后 何超纯更是发文称 不管多远都带回家 由此可见 何超纯的爱国情怀究竟有多浓厚 除了爱国之外 何超纯还十分有爱心 他从小是由一个叫金姐的保姆将其带大的 对于何超纯来说 他就是自己第二个母亲 所以在金姐想要退休时 何超纯出于感激 不仅将名下的一套别墅送给金姐 而且还专门替其请了保姆以及保镖 甚至只要何超纯没工作时 他还会带着金姐出去购物 而在金姐百年之后 何超纯更是吃百万巨资 为其操持了一场风光的深厚事 由此可见 何超纯真的是一个至纯至善的人 看到何超纯此生唯一一次失态 才明白陈百强在他心里究竟有多重要 1993年 陈百强在香港去世 享年35岁 而作为他曾经的挚哀 何超纯在得知消息后瞬间心如死灰 即便当时他已经嫁给许靳亨 但他还不按世俗的规矩 坚持送旧爱最后一程 不仅亲自为旧爱扶灵 而且还与陈母抱头痛哭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何超纯从小到大 唯一一次任性 唯一一次失恋 不过对于何超纯来说 他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他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他与陈百强之间的爱情 可谓是现实版的梁柱 当年何超纯为了能挣点零花钱 特意进入娱乐圈打拼 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陈百强 二人对彼此一见钟情 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虽然二人从未对外公开过 但在圈内却是熟知的秘密 谁知赌王在得知此事后 却勃然大怒 直接怒斥女儿让其快点分手 而且还不管何超纯的意愿 直接将他嫁给了 传王之孙许金亨 彼时的何超纯不敢反抗父亲 只能默默听话 但谁知陈百强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在1993年因病去世 对此何超纯却十分内疚 后悔当初自己为何不再勇敢点 要不然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所以在陈百强去世后没多久 何超纯也官宣离婚了 别看何超纯如今都60多岁了 始终是单身一人 不过他却在用自己的方式 来怀念这曾经的旧爱 例如他最常戴的耳环 就是30多年前陈百强送的 而且对于陈母 何超纯也一直放在心上 不仅每个月送上十万零花 而且还让其年老之后的生活 有了很大的保障 不得不说 何超纯真的是一个用情置身的女人 你们觉得对吗